女人得了一种怪病 将手放进废水里没有任何痛感 甚至还觉得很舒服 家庭主妇的阿珍 每天都要早起为丈夫和儿子准备便当 家人能吃上他做的饭菜 对他而言就算再辛苦 那也是值得的 可丈夫好像感受不到他的心意 一句简单的我中午在外面吃 就让他一番心血白费了 儿子也一样 每日出门前的拥抱 似乎让他很不耐烦 阿珍望着父子俩亲密的背影 心里很不适滋味 有时候忍不住想 我在这个家究竟算什么 而除了要操持家务外 阿珍还有一份超市兼职 疲惫的度过一天后 临近下班了 店长突然说要留个人加班 其他同事很有眼色的找借口离开 最后只剩阿珍来挑起这个担子 于是他独自一人前往冰库清点货物 但突然手上的笔不小心掉落 弯腰去捡的同时 冰库管理员走进来询问 有没有人在 阿珍没来得及回答 管理员就管等锁门离开 就这样阿珍被关在了冰库里 等他察觉到不对劲 门外早就没人 打电话求救吧 工作人员也应在和别人聊天 没听见电话铃声 冷冻库里 回到那求救无助的喊声 没一回 室内温度达到了零下十几度 他只能裹着纸皮箱旋缩在角落 渐渐 阿珍因被动得太久逐渐昏迷过去 临此前他还念着要给家人做便当的事 就这么想着 外面的人突然发现 还有一个加班的不见了 赶紧进去把人救出来 等阿珍醒来就是在医院了 丈夫和儿子守在一边 他们一反常态 比以前更关心自己 丈夫还专门请假 抽出时间来陪他们 虽然身体没有受到伤害 可阿珍一出院就感到不对劲了 这烈日当空的 镜头都被热到恍惚 他竟感觉到寒冷 就算是喝着新鲜出炉 冒着热气的咖啡 他也觉得不够热 握住儿子的小手 也只摸到一片冰凉 阿珍想 那要不去吃点热乎的吧 一晚刚出国的拉面温度超高 女人摇起一勺 睡都不睡就直接喝了下去 接着就不停往嘴里灌 手还紧贴滚烫的碗壁 老公和孩子都看傻了眼 老板还在旁边说着 说要是能在五分钟内吃完 就不用给钱 话音刚落 阿珍直接端起热锅三下 二厨五把面锁完 老板被他这番操作直接吓晕 心想得了 以后要承包他的伙食了 之后上班 他一个不小心 就把整只手腕进了热锅里 周围的人看见后 急忙去拿冰带给他降温 但阿珍却说没事 感觉还挺暖和的 去找医生咨询 但医生说他可能是因为 在冷库带的太久 他的大脑还没从惊吓中缓过来 所以进入了自我催眠状态 觉得自己还处在冷库当中 因此才会感觉到寒冷 也会觉得碰到的东西是冰冷的 而这种症状 目前医学无法治疗 只能靠自己慢慢去适应恢复 可那之后 阿珍的症状不但没有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不仅简单的家务都做不了 丈夫和儿子的三餐也是碰不得 上班上学时间来不来 丈夫便匆匆带着儿子出门 说在外面吃 阿珍那句 你们忘了出门前的拥抱还没说完 就只看到了两人离去的背影 这个女人浑身冒着寒气 冷到直接把兽伸进废水里 却丝毫不觉得烫 舌头起泡了 竟然还说挺舒服 就算是高达35的高温天气 阿珍穿得再多也还是冷 上班期间 因为冷得受不了了 就直接把兽往废水里放 就算手被煮得通红 他还是觉得冷 老板一看这样不行啊 你要是在我这出了啥事 我可承担不起责任 于是阿珍就被开除了 在外无法正常待着 他就只能整日窝在家里 打开全部的小太阳 一层又一层的容被往身上裹 才勉强维持生活 连儿子出门前的拥抱 他也觉得自己被动到不行 现在的他碰到任何物体 都会觉得冷到无法忍受 在家庭生活工作上的三重打击下 阿珍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了任何意义 就在他想了理解自己时 看到对面楼房发生了火灾 楼下有位妈妈撕心裂肺的寒症 我儿子还在里面 阿珍想着反正都要死 看能不能在临死前做件好事吧 于是他不过浓烟冲进火场 用自己的身躯为孩子抵挡大火 奇妙的是 现在的温度对他来说刚刚好 身上冒着火花也全无感觉 最后他不费力的就把人安全救出 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 让阿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他成了一名英勇的消防员 丈夫和儿子也以他为荣 然而以为故事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吗 并没有 镜头一转 画面回到兵库 当人们发现阿珍时 他已经被动了僵硬 面带微笑的死了 刚刚出现的故事 其实是他在临死前想象出来的 家人突然转变的关心 和他变成救火英雄的故事也是假的 一切不过都是他幻想出来的美好故事 临死前笑容 让人看了不免感到心酸 不甘平平无奇的他 最后还是平凡的死去了 断片冷 其实讲的是家庭主妇 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 婚前她是爸妈的女儿 婚后她是丈夫的妻子 怀孕生子后她是孩子的妈妈 这一生忙忙碌碌 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 所以到最后也不知道 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何其可悲啊